喂 劉阿姨 你好 好啊 老高 我今天来值班 穿上您的工作服 好嘞 谢谢你啊 石岔海区旅游经典中多 是一个中外游客运寄的地方 在这个港亭里 每天都会有游客顺求帮助 高天瑞每天做的最多的 就是为游客之路 Hello How about Peking duck 不是Peking duck You can pick in back a lot of different restaurants The most famous one is called 全区德 Oh 会讲普通话的 当然啊 我在北京 我怎么会做当志愿者 要是不会说中文的 我以为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些 对 我们外国人 我在北京有23年了 23年了 那那志愿的这个工作呢 志愿的工作大概有一年半左右吧 在北京市西城区50平方公里的辖区中 有平安志愿者组成的西城大妈 2017年高天瑞正式成为了西城大妈群体中的一位杨大爷 我们管一个名牌的叫西城大妈 我觉得挺有魔的 我们也有西城大爷的 一般的老百姓都愿这国家安定 都愿愿这国家好 知道吧 我们要打击那些犯罪的那些行为 2015年西城大妈发现72条社口信息 目前西城大妈实名注册数约8.1万多人 他们不仅包括了热心参与平安志愿服务的个体志愿者 更是一个囊括了西城大区各类平安志愿服务团队的联盟 有我们在 因为我们穿着这身衣裳 戴着红袖 戴着帽子 别管我们多大岁数 我们走在大街上 就是说给坏人一个震慑的作用 长江群中的西城大妈海连网友 这些社会化的群防群治的力量 尤其是在我们的基层执法民警的工作过程中 有非常多的这种暗示件 这个破获的暗示件 都是由咱们这个普通的群众 为咱们警方积极地提供线索 才是能够特别快速地这个能够破获的这种案子 其实不只是在北京 在杭州 武林大妈更是作为流动的志愿红 成为了守护航程的新名片 他们从纠纷调解、平安宣传、安全寻法等方面入手 各自管理各种闲事 成为了中国社会治安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